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因为向男童要求西舌头事件遭到踏伐 而在星期六 位于法国的西藏社群成员 在法国电视台外头集会 声称所谓的西舌头风波 是一个断章取义的事件 意图玷污达赖喇嘛的形象 而幕后黑手正是中国政府 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在嘴巴赖喇嘛 在嘴巴赖喇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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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百名群众高举西藏旗帜 强调他们与达赖喇嘛同在 并对媒体跟风报导 这一个明显是刻意处理和导向的事件 感到失望及痛心 他们希望媒体可以关注 发生在西藏的真实事件 关心受到压迫的当地西藏人 以及正在经历文化清洗的下一代